詞曲 李宗盛 今天很高興能邀請到 在科目館非常資深的策載人 姚玲小姐 姚玲小姐的國資論文的研究 還有她今天跟我們要講的 特別是跟國際蘭的 毛利人在博物館裡面的涉入 這個涉入可以有兩個方面來講 一個是說博物館的組織上 怎麼納入毛利人 以及毛利人的參與 制度化的參與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說國館有一些藏品 典藏或者說展示 涉及了毛利人的物件的時候 他們應該結果怎麼樣的流程 讓這些物件合理的一個典藏 或者是一個詮釋嗎 那毛利的例子 大家會 我們在台灣不滿容易聽到的 除了說都是屬於男女族 這樣的一個關聯 我們大家會特別的關注之外 還有一個流程會 對我個人而言 是在90年代初的時候 是有幾件邀請過他們去展覽 是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是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規模很大的一個展覽 然後毛利的不同的部族 那個時候就提出他們意見 就是說他們的東西 他們要同意要不要展覽 然後要經過什麼樣的一個流程 他們覺得才是一個合適的一個流程 所以在其中的裡面 好像是有一個客族 就是他的東西要撕穩 他就不適當 然後有一些去展覽的 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一個部族還是怎麼樣 他是有長老過去 然後經過一個儀式 每一次的展示去 那些物品的 某一些物品的神聖性 然後開始展覽 大概主題上 細節你可以再 如果你可以講到 你可以再幫我們補充一下 所以毛利人怎麼看待國館 那他們跟國館 產生一些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對話 其實從那個時候 已經就在檯面上討論 一直到現在 尤其特帕拉民建 我知道 然後一個博士論文 也有做到特帕拉民建的 奧克蘭國館的整個的設計 跟他的展出裡面 都非常的 都具有反映了他的國化名牌 他對於文化是非常敏銳的 這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聽一聽看 姚玲小姐 從他的研究經驗 策展經驗 尤其在千道那邊 我們有兩張 行動一張這兩張 由我們大洋中廳成立的時候 那這個 我們算是有一個策展 常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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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設展成立的時候 是 的 一個文宣 應該算是文宣 大洋中電影集 謝謝 謝謝 我就直接讓你講好 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讓我們來歡迎姚玲博士 謝謝 鄧老師 還有各位我們台北的 最優秀的 知性的 年輕人 大家好 那我接下來 我們來參加這兩張照片 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跟各位 一起共入這個 人間四葉間的黑夜晚 然後來談一下 這個 我們園租中心的一個熱禮 就是 Repatriation 不非原理的這個議題 那這個議題是 從1980年代 從北家 來開始延燒到世界各地 那因為我是 工作的一些關係 不管現在做業務 交流 所以 去 作詩 都是 或是 押忍 或是 押忍 有 好 這樣可以了 就是因為我在博物館工作了二十多年 對不起 副落一下我的年齡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業務的關係 還有考察或是進修 然後我也不時會遇到 接觸到這樣子的議題 那剛好童老師來邀請我 能夠談一談這一方面 所以我就藉這個機會 另外也整理了一些 就是以這個博物館的 這個在地先入雙重主義 從有效來毛利的政策 才一起為題目 來分享一些我個人的 一些觀察的經驗 那首先我請各位看這張圖片 這是兩個門板上的出現的一個字 雖然字跡很模糊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是什麼 returned treasure to owner 另外一個是故歸原主 那你們知道就是在哪裡出現的字嗎 當然是在博物館 哪一個博物館 這是在大英博物館的廁所的門上面 女生廁所的門上出現的字 那是我兩千年在大英博物館進行這個參訪的時候 發現了這個 這個物歸原主的任務 已經出現在各個角落 包括廁所的門板 廁所的文學 那可見這物歸原主的欲求 就連帶到我今天講的三個主題的部分 第一個我要講的就是 就是文物館語源物名 那我可以取得一些從內國或是跨國的這個 文物的返環事件來開始做一個要引子 然後呢 那接下來呢 我要討論的就是說 文物返環是不是有可能有其他的選擇 因為物件 我們講是有形的物件 但是博物館對待無形的文化資產的返環問題中 它可能扮演的是更複雜多元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的終極案例 就回到同寶師剛才介紹的就是 後簡直的這個時代 我是以奧克蘭博物館 還有提啪啪有新南博物館 作為一個案例 因為這兩個博物館呢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經典跟前衛的 作為一個參考示範的一個案例 跟各位分享 那在談這個議題之前呢 當然我還要從我自己博物館的這個部分來談起 剛才也跟那個 這個同老師聊得到 這個博物館在柯博物館呢 其實也有一件在2002年發生的 這個物歸原祖的案例 那故事的男主角呢 葉氏家族 也是我們學校的這個社會系的 葉啟正老師的家族 就是他的弟弟來博物館 參觀中國新營廳的時候呢 發現有一個審理牌位上面 有寫這個 他們這個族婦的夜公激光 以及四位祖母 有四房的一些民會 那後來他就回去就禮報他的這個家修 家修就來跟著博物館聯繫 說這個東西是他們 英家族師妾的這個 失落在外的一些這個祖先牌位 希望博物館能夠返還 那你們看到這個 他這個返還的這個 影音系統媒體報導 現在存在國家圖書館的數位服務的 這個影音系統裡面 所以反而這件事件是 在博物館來講 是一個非常慎重處理的事件 因為每一個文物入到博物館呢 都會有一個典藏的制度 會有一個穩原的制度 都要登入到註銷 都要有比較好的管理 所以後來博物館呢 也是請他出示證人說 這是他的祖父 所以他從日據時代的這個資料 來證明他的祖父有釋法 所以博物館完成了這個 召開了這個標本審議委員會 以後呢決定就很乾脆的就返還 那剛才董老師報了一個料給我 他說這才三千多塊 客物館買的時候才三千多塊 反而不是問題 沒關係 那我們再看一個 跟客物館一個比較相對的一個案例 就是歷史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的返還呢 就是沒有上坑完了 乾脆了 他甚至打了十六名的官司 所以現在國務館 就是你要捐贈一點國務館之前 我們都會遞一個捐贈契約 在這個契約裡面 就要註明的這個來源的產權要清楚 而且要切解這個捐贈物使用的收益 除分權還有相關資會採取權 都是要給客國的國務館所有 國務館才會接受你這樣的捐贈 但是如果你不寫這個竊別書 國務館是不會承受的 像這個歷史博物館也是這個案例 就是黃俊斌當時 他是一個非常知名的一個選墨畫家 一個男人的選墨畫家 他那時候也是因為 這個在國務館 歷史博物館辦一個他的展覽 他希望說湊成一百劍之後捐贈給國務館 可是那時候他身體不是很好 過不久就去世了 那他的夫人也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也是後來過不久也都去世了 所以沒有一個真正的文件來證明 這個是黃俊斌本人願意來證的 那你知道這個黃俊斌的話 其實在市場是相當的價值的 其實他是宋文明的一個學生 那他的這個子女就考來說這個東西 應該請歷史博物館辦還給他的子女 但是黃俊斌他比較複雜的是 就是他在大陸也有子女 大陸還有他的前任的一個夫人也有子女 所以在返還的過程當中 雖然後來判裁說要返還 但是還要釐清他們其他的子女 其實都很同意接受這一題 所以最後呢 就是從1993年達到2009年 終於返還了 返還之後呢 又回到這個黃俊斌的家鄉 在深圳那邊做一個循環展 那文物版還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這個台大園中心 可能也都非常清楚 就是中研院的部分 那個最知名的泰巴爾夫駱爾 或是這個什麼家屏主林住的羅寶婚禮事件 那中研院的胡台麗教授呢 他甚至把這個整個的過程 就是泰巴爾夫駱爾的主林主的版還的過程 拍成一個紀錄片 所以這個很可見就是 就是返還並不是物件的回去 而是怎麼樣 越來越多人在討論 博物館或是學術機構 如何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這些屬於原部落的物件能夠回去 那除了這些我們看到的案例之外呢 其實私人活動做非常多返還的一些行為 像這個法虎山 法虎山他們有很多的信眾 他們會捐贈一些從不同的地方 有購買出來的一些文物 像他們想要成立一個佛教歷史文物館 那就有信眾 就捐了一個佛首給這個法虎山聖人法師 他覺得這個佛首應該是有他圓滿的來源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去查佛首的來源 發現是在山東進來的神風寺 而且是隨帶距今超過1400的歷史 遭盜竊的佛首 所以他們基於佛家的精神 就是把他返還給山東 都在2000年代研究所返還 那另外就是要返還也需要有財力 像鎮戰博物館 他的返還的案例 都是跟寺廟有關係 像1999年 他就曾經就返還了這個 塞基省的這個 被竊道的這個十八尊的羅漢 那2004年呢 又把這個 就購買了一批這些 葉網的膠紙棠 來返還給慈濟工 學家慈濟工 那2009年呢 他又把斯洛伴世紀三尊頭 撒還給東和市 在台北的東和市 那這些物件呢 其實他們都是透過各種高價的一種方式 從不同的地方買回來之後 然後把他返還給原來的寺廟 那最近的新聞呢 就是各位應該有注意到 就是馮光山的這個 把一尊這個侯手 那侯身 把還到河北的幽居寺 那這件事件呢 甚至一起大陸的這個 中央電視台做一些報道 那在今年的這個三月呢 交給北京的中國國家博物館 然後這也是成為一個這個兩岸 這個很重大一個事件 那其實呢 這個 在這個 1950 1954年的時候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呢 就在海洋通過了一個 關於發生武裝衝突 保護文化財的一個公約 在1970年代呢 他就有提出了 關於禁制和防制非法進出口文化財 還有非法轉讓的一個這樣子的公約 然後而且要求這個 跟他合約地約國呢 必須採取一些行動 就是說你們這個物件 在進入博物館的時候 或是任何國家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預防措施還有文物的一些反販規定 那這個規定呢 這個 後來在1995年的時候呢 透過國際司法這個協會呢 就領定了一個關於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一個公約 做一個這個NUNESCO 1970年公約的一個補充 那這邊就提出來 各國必須就歸還或是被盜或非法出口的文物 做一個允許國家透過法院直接文物返還的一個申訴 那所有的被盜的文物就必須返還 這個這個所有的文化的財產給 原來的這個被竊到的一個一個來源地方 但是這是有效的嗎 這是這是大家都遵守的一個約定嗎 那的確在2001年的時候 加拿大國家博物館就返還了一尊這個 龍門石膚的羅漢邀下給中國大陸 2008年的時候 日本的這個美秀飛骨也返還了一尊 山東的時尚服裝以上給中國大陸 但是呢 有更多的是流入的這個拍賣市場 在這個2000年加市的跟富比市這兩家這個拍賣市場呢 就在香港就拍賣的這個圖像 那中國的國家文物局獲悉了這個資訊之後呢 他就根據這個UNESCO的這個公約說 你不可以在這邊拍賣也必須立刻返還 那香港的這個民眾也抗議這個活動 但是結果是怎樣 結果是怎樣 他有還嗎 當然不還我照賣啊 賣給誰 賣給誰呢 你知道這個我們這個我們科博館也曾經辦過一個展覽 就是來自北京保麗國務館圓民園 重現台灣的這個石斗青銅針藏展 剛好這個展也是我承辦 然後這裡面他拍賣的牛屠手 等一下都在這個展裡面被誰買去 你知道嗎 被一個叫做北京的保麗藝術國務館去 這個國務館非常有意思喔 他是大陸第一家 由大型國有企業新辦的國務館 所以背後的這個整個的這個支持者 其實也是國家政府 所以他就 但是他不能夠說 用國家的這個預算 或國家的金錢 直接去做買這個 但是他就利用一種國有的一個企業的博物館 來把它供給下來 那當然之後呢 也陸陸續續 像澳門的一些主廠從台灣 就供給了馬首 那加斯德呢 後來在2009年又再度拍賣這個鼠手跟兔手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 能夠對於這種文物繁盤 有一個這樣子的共識 所以2013年的時候呢 法國呢 就有一個收藏家 他就把這個另外的這個鼠跟兔的這個手 做一個打管 那其實這樣看來 民間力量是一個很重要的 尤其是這個很多這個這個文物呢 他是留在開賣市場的 那就是透過民間的力量 把他們賣回來 要反凡呢 這個路其實是非常的艱辛 像2008年呢 加斯德又去大陸的太原拍賣的一個 是天龍山的佛像的佛手 用六百萬的民間力 就是私人收藏家買下 至少他們認為是留在大陸 那台灣的收藏家呢 那台灣的收藏家呢 也過去收購了一些文物 後來他一一比對之後呢 他也開始陸續做一些反彈的動作 甚至在政治的人物呢 都會插手在這個儀式的過程 反彈的儀式裡面 像這個2003年的這個 送這個正陽佛佛迴傷呢 就是用我們也是政治人物來做的 那其實呢 對於文物返還 這件事情呢 在我跟各位一樣年輕的時候 我曾經說過後宮國務院 當時的副院長林燦的一個課 他叫中國的藝術史 他就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物 叫做於史真圖 我們有聽過於史真圖嗎 那他認為這於史真圖 他是在中和魏晉 顧凱茲他所畫的一個長冤的眷話 他說在1903年的時候呢 他曾經就沿入到大陸國 那二戰之後呢 那個英國就提出一個 這個對於釋出這個一個誠意 就說好吧 因為我們都是這個同樣的一個戰線 那董哥叫做我們是從什麼國呢 就是對抗這個仲興國嗎 同盟國 同盟國啊 這個歷史啊 大家要熟 對然後我們要返返 我要你選 你要重慶號浮坡號軍艦 你還是要於史真圖 他就問這個我們真圖 兩個選你一個 大家都覺得 那重慶號這個什麼軍艦 你這張法業多貴 當然是要是這個軍艦啊 所以於史真圖 後來就沒有被要回來 那這個是李明燦這個教授 他的一生非常遺憾的一件事 他覺得女史真圖的價值 是高於這兩艘軍艦的 那現在這個圖呢 還留在大陸國務館 剛好我兩千年的時候呢 他們的這個中國的廳裡面 展出就是女史真圖 那中國這個這個 中國廳在這個大陸國務館 是一個長設展 但是他平均每三個月換展一次 像這個就是 女史真圖他在2001年的時候呢 他展出 他們還同步舉行這個 所謂學術研討會 那這個發表論文的這個學者呢 也同時包括台灣的 部門的一些專家 所以現在這些東西 開始在大陸國務館 他們給這個留史真圖 大陸國務館的這個 廢話還還面臨的這個是 全世界的一個壓力 那另外就是我們看到就是 希臘的這個 帕德曼什麼樣的這個 大理石雕塑 在1982年的時候呢 那個那個希臘政府 就像那個 尤尼斯科聯合國家分組織上 就是向英國來追索這個 他們這個帕德曼神廟 而且獲得大會通過 但是這個 英國並沒有返還 所以他們在 2009年的時候呢 他們在這個雅典的 這個帕德曼神廟那個附近呢 興建了一個國務館 叫衛城國務館 你可以看到這個國務館 那他就用 他東西全部都被英國人去搜購 都到他們這個國務館裡面點藏 所以他們只能用什麼 來表現 頭影 屠上 燈光 來表現他們原來的這些物件 好 那而且這個 英國一直認為說 他們是合法取得 這個帕德曼神廟 最著名的就是 埃爾金的一個石雕 而且這個埃爾金的石雕 他認為那是 當時是跟這個 英國的這個住 這個奧圖曼土耳其人 外交官 他是去跟當地去購買的 那從我們這個石雕上的命 你可以看到這兩個的差異性 那個埃爾金呢 他是就是當時那個外交 這個爵士的一個名字 但是希臘方面呢 就是以大理石原初的脈絡命 就是帕德曼神廟 那英國有什麼理由 拒絕 你覺得他有什麼理由可以拒絕 他總是要有一個說法 你看UNESCO就已經說 你應該給人家了 他要有理由來拒絕 他理由是什麼 你覺得呢 啊 同學 欸我好像有戴正庭嗎 對不對 好 回他 同學送給他 我們那時候 人類學百年的 的一個連張的這個明信片 請說 我們像從之前 看來跟我們剛剛說 那時候 期待是屬於會 蜘蜂蜂蜂蜜 底下長管 所以他 就是 wollen 這是他認為他這是合法取得的一個振縱性的一個縮詞 可是面對那麼多文物 他應該要有一套縮詞 能夠面對所有的國家被他的追求嗎 那不知道怎麼面 世界強圳 �ais 國際有兩個說 一個是民族什麼世界民族 民族主義這兩個主義 他是認為說就是 他只要原脈絡是正確的 那這個我們就不會被誤解 然後那這個發育哪個種方式 對 這個是有一點接近的答案 我們送他一個小卡片 好 英國他就是說 英國擁有全世界最好的 這個保護文物的條件跟專業 他認為是這樣 再來就是大英國館的展品 都只是屬於大英國館 他認為這屬於全人類 開放給所有人 所以大英國館他是沒有門票的 除了他特展給你收門票 他沒有收門票 所以他認為大英國館的是 有這個職責保護全人類的文化財 因為這個重點是 除了這個 這個剛好我們看到的希臘 那我們講說有希蘭 有希蘭他曾經是大英國寫的一部分 可是他現在也開始跟這個英國大英國館追討 尤其是他的這個紋面的這個毛綠的託 好像我們下次再給這個杜老師 就是特別會來講這一部分 好 那這個這個體泡卡呢 他跟那個大英國館索賠的這個文件竟然出現在大英國館的官方網站上面 你看左邊的官方網站 好 那體泡卡在他們的這個 呃 在柳希蘭在他們的紀錄裡面 他們至今已跟超過40個國家來合作 來做這個條例的全世界的文物的團團 比如是人口遺骸的部分 那可能有更新的資料 我們請那個朱爾斯跟烏丹拉戰的這件事 但是 但是 但是結果是什麼 好 英國有返還嗎 好 是紐西蘭他說我也參加了紐西蘭在1970年代 大陸簽署的這個關於禁制防治非法出口的 這個非法轉帳的所有權的一個公約 那你們大英國館是不是也應該釋出一個誠意 對不起 這件事情現在還在熱議當中 目前並沒有一個正確的一個確實的一個動作 大英國館特別特別 不曉得對後來是真的對於柳希蘭有特別的一個處置 大英國館其實他是接受1963年國會頒訂的 所謂大英國館檔案的規制 那法案中呢 除了強調一些借貸文物之外 信託也是會有保護國館倉庫的責責 來供這個社會大公使用 而且他禁止受限任何的異議 來注銷 Disposal 任何的一件的一個品藏品 這個就是他的上方保健 年史牌對他來講 我今天是我是大英國館受我們國會法案 就是不能只是通走任何的一個物件 也認同的那個國家 這個是他在法案是受到他們兩個國家的保障 那現在呢大英國館呢 因為我那時候在2000年之後 有去做一個訪問動作 他們是對於任何非法吉拉元不明的文物 無論是開賣市場或是有文物監客 第一了他們所 就是要來賣給國務館的這些物件 都要有相當的正義文件才能入場 那因為這個大英國館他們現在 全世界的國館都在通縮 大家都是財力都非常的吃緊 甚至都會找Tanker 就是銀行家做文字館長 政治館長 就是希望在財源上面 能夠有更多的一個活絡 那所以他們現在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就看到他們在他們的這個 這個大廳 我們講這個 就拜的一個捐贈他 捐贈箱 上面就放了一個 他們叫木牌要來買的一個文物 這個是羅馬的 它上面寫的 還拿了一張放在旁邊 Famous talk makes good home 就是這個是羅馬時代的一個物件 然後他們先讓我來典堂他 然後這個 希望大家就透過這種民眾的力量 好 大家有錢的捐錢 好 讓他這個公民夠在大英國館 找到一個好安適的地方 好 這是我看到的一個英國的案例 好 那我在1995年的時候 剛好是潤巴恩那個時候 然後剛好有帶到美國去 那你知道這個美國 在1990年代 這個應該是1980年代 這美國各個援助理部落 去通主司一些支持會 陸續上國務館直接提出文物 部落的這個回歸部落的要求 那在這個1987年代 美國印安的國際會議 就通過相關的這個解決方案 送交給美國國會 在1990年11月就頒付這個 所謂的美國原住民怒葬保護 行歸還法案 那就是經這個立法院 還有這些這個 一些原住民代表這個討論之後呢 然後就開始在聯邦的這個 立法專注政令 陷進美國印第安文國領導 自由市場這樣子的法案 而且這個 那時候我剛好去這個 美國的Texas Tech 他們是很多接近所謂的 美國的新南地方的這個原住民 他們有相當豐富的一個收藏 那我去的可能剛好 才第一個禮拜就出現了這個事件 就是有一個 美國想愛你們這個原住民的 這個諮詢會的代表呢 他就要求來到這個 Nexas Tech的這個博物館 來看他祖先的一些文故 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要來看文故的時候 他說要做儀式 因為他要接近這些神聖的一些物件 他要跟照 立地安的傳統的儀式 來看這個物件 就是他要焚燒一些草藥 然後造之主意 那為了這件事情呢 這個是網民教授 他也是我們的室友的教授 他在那邊做那個 博物保存的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剛好這個 他後來看起來大家都很緊張 或是什麼 今天在一個室內空間燒草 會起到什麼 燒飽啊 會灑水啊 這個群也可能他不會灑水 因為他們可能會有 看他們設計 可能譬如的是什麼牌圖啊 那些細節啊 就可能會造成群館人得及到 但是他可又要尊重 他們這樣子的一個試做法 所以那個館人他們也腳踢得好吃 後來想到那個 就乾脆把所有的那個真黑口 都套著套死 他不會 他不會有感受 所以他就來開始漸漸看 他開出清單 他漸漸要看 那這個婉園教授呢 就跟他的學生 就漸漸拿出來 他看完以後 他覺得 這東西在裡面魔環保存得非常的好耶 然後 而且都是完好無失 而且看一層一層 就叫無酸 無酸子給他做一個保存 然後再放在一隻 恆溫恆濕的條件下面 所以最後呢 他還是覺得 我不要鎖你這些東西 然後我讓他繼續保存在國務館裡面 這是我們看到的是 我自己親身看到的一個案例 在1995年的時候 我也那時候有到加拿大文明國務館 那加拿大文明國務館 那邊是 他們都是 原住民他們叫FIRSTPO 他們那時候有一個 再更早之前的一個展覽 是非常有名的案例 就是1988年的時候 在加拿大的古兵客府裡面 有一個原住民的台 對那個當地的一個 Glando的這個文物館的這個 Cereal Song 林哥的展示提出他之前 那後來這個 這個抗議呢 後來也是越到越大 後來變成全加拿大 共同要討論的 對於原住民的這個文物的 一個展示的一個問題 然後這個 後來他們就成立一個出民協會 有開始就是邀請了各個原住民的代表來討論 就是 有些甚至到首都或台華 召集20個是國務館和原住民的代表 然後來提議就是說 原住民對於國務館的 這個他們的這個要求跟需求的意見 然後最後呢 他們經過兩年的討論 提出了一個原住民和FIRSTPO的一個工作任務報告 就針對原住民歷史 還有文化在國務館裡面的展現呢 他們提出了一個文理的架構跟發展政策 那在這個政策裡面 他提出了八項生理 那好那時候我就在他國務館取的這一份資料 第一個就是這個 國務館收藏原住民的重要文部的 其餘的這個內容 再來就是如何來邀請原住民 加入國務館的詮釋工作 再來就是如何來拉近 原住民跟國務館藏品的一個句子 那在歸環還有訓練文化的資質 機構的資質財務還有國際間產品的部分呢 他們都有一套詳細的規範跟發展政策 因為我覺得這一部分非常好 所以我就把它翻譯出來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他們認為 七五可以反應文化的歷史價值 那也是民族的這個自信發傲的一個 研究的一個資源 那國務館就是應該以更寬廣的角度 來致於原住民的認同和理念 確立的這個是他們是很肯定 原住民在國務館應該更受重視 再來就是他們認為 國務館應該開放更多的話 包括研究展示活動的一些這些工作項目 讓原住民來參與 那而且對於國務館原住民的一些議題 也應該透過各種公開的討論方式 來得到更多的一個重視 那再來就是 就是拉丁原住民和國務館的一些距離 還包括財力資源政策聘政的距離之外 就是還要加強鼓勵 具有原住民藝術家他來創作 在國務館的套 而且國務館收藏他的新的一些作品 部門主辦展示活動 那這個對於這個具有原住民身分的管員 他可以協助國務館 其他非原住民的管員 對於這個原住民的這個認為跟想法 是從主謂的觀點 來感受原住民真的需求 來拉近這個區域 再來就是關於歸還的部分 這是我們這次的熱議 H.H.的部分 就是文化機構 在這個出雲的報告裡面 他歸還原住民的遺憾 而且是用非法的方式 取得的一些陪葬 以神聖息怒 也許去給原住民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他們綁那個美國的案例 1990年這個11月頒布的 美國原住民的募葬保護法案 對於這個法案他們是有意見的 他覺得這個法案 是不能解決未來的位置 預測未來的位置的問題 所以他認為 雖然他不是真正的立法 來做一個規制 但是他認為應該採取一個方式 建議博物館增強 跟原住民的合作關係 然後包括這個管理保存合作的 一個指導原則是更重要的 所以訴諸倫理 訴諸道德 對於用個案處理方式 他覺得這是一個更適切的一個做法 那對於非原住民 他原住民他認為都需要 來加以這個訓練 而且是以社群為基礎的方式 來增強這個相關的一個認同 那大會也希望能夠籌募這些相關的這個經費 然後幫助原住民在自己統治上 來這個重設博物館 然後甚至說來取回 可以生活在其他國家的一些加拿大境外的一些融化區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報告呢 會不會有受到其他的 我們最長的專民啊 的一些反應呢 有沒有 會不會有什麼反應 那其實你們可以講題嗎 你們可以討論一下 如果說你是非原住民 然後你覺得這些原住民 他對於這個文物都聲稱 這是他自己的 然後他要反而取回 那當然會有一些人他會有不同的意見 那持有相對意見的人會是認為 這個民住民他們只是加拿大文化的一部分 他當時他把他自己組織的文物 如果說他是用買賣的方式 把他這個刷給國務館的時候 那如果今天要把他還回去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會好好地保存這些意見嗎 再來他會不會再又回到這個市場 自由市場去做一些拍賣 然後因為有些人會認為說 他們可能照顧自己的生活 可能都會有一點問題 因為我在加拿大文化館的時候 也遇到了一個 普萊斯園區的工作老師 他那時候就在加拿大寶文區的原住民館 他給我的一個至今20多年 他給我至今一個很深刻的一個話數是說 Hopeless我不曉得為什麼他說 在加拿大寶羅區的原住民 他感覺上就是一種對未來的 對他們的未來感覺到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一個看法 所以在這部份其實 所以在這個服務館 有更多人覺得他應該扮演這些更重要的一個角色 不只是把公司還回去 還回去以後可能也是更多其他的一個問題 但是問題怎麼樣解決 這就是我下一個想要討論的一個部分 就是文物擺盤之外呢 有沒有其他的一個選項的部分 好 那這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那個博物館其實在過去我們在讀一些什麼 Anathie Anderson 就是說博物館也是一種想像的共同學 是不是 好 他可能是一個國家 才是大家的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地方 跟學校跟軍隊都是跟神經閉院都一樣 好 那現在呢 其實博物館他並沒有你們想像中那樣子的 這個 不死人間煙火 他現在更強調他是一個創造的共同學 這個 尤其是這個2010年之後呢 這個 歐洲跟美國的一些重要的博物館呢 開始簽署的一些 普世博物館的重要的一個價值的聲明 第3名呢 主要也就是面對這個 文物返還的一些聲浪 他們來宣稱博物館呢 他其實是保護全人類 共有文化財產 普世的一個國物館的 永久的一個人類的遺體遺產的一個價值 那ownership 擁有權 振作權 物件徽環 其實他其實還有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定義 你怎麼能夠 你能夠代表是誰 能代表是誰來取回的一個物館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所要講的 就是現在有些不同的做法 在國物館可以看到 那第一個我看到的這個是UBC 人類學博物館是 他們叫卑師大學 我們會翻譯哥爾里亞這個大學的 這個卑師的博物館 他的人類學的這個收藏的一個庫房 他現在就是把庫房都透明化 就是因為他很多的原住民 或是他們first people 他們要看舉行的東西 或是學生 老師或研究者 他們要進入全世界 或是他們內部的一些各種 專門的需求 所以他們就用透明化的桌上庫 因為展出的展示場 他的確需要比較重的一個光環 去來做呈現 但是如果是一個收藏庫的概念 玻璃化的概念 他會讓更多的物件 呈現在觀眾的一個面前 那再來就是我看到這個是 加拿大文明保護港案 剛好在那時候做訪問的時候 他們正在整理一些巡培展 就是把原住民的網路送到 他們的保留區做展示 你看他們就是一箱一箱的開箱 確認整理 然後做這個叫做condition後 就是狀況報道之後呢 然後再拿他一站一站訊息 這樣把它傳出下去 但是這些其他的這些原住民的部落 怎麼知道你博物館有我的東西呢 其實這個資訊的輪通非常重要 像這個不管是Tipapa 或是加拿大文物博物館 他現在好像改成歷史人文館的名稱 那他們呢 像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慶系統 他叫加拿大歷史人文信博物館 共同使用國家文化產業資訊 加拿大的資產通訊網路 那簡稱就是 CHIN Heritage Information Network 他就是建立 加拿大各國務館藏品上考古一起的清澈 然後提供國務館部門的 這個包括網路的訓練 方便各界有效的取得訊息 來協助各界發展這個所謂的教育 這個社會教育 還有提升這個博物館的這個 發揮他們中場功能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可能也影響到後來其他國家 像我們國務館有一陣子 也是發展出什麼點藏 這個數位點藏的一些系統 可是很可惜 因為國務館的這個數位點藏系統 可能花了國家太多的錢 所以在前幾年就把這個系統 這個做了10年之後就停下來了 那信系統呢 你也知道這個資訊 這點藏數位那個是日新月異的 所以只要有系統電腦換了 以前是286 現在變成這個 這個不同的系統之後 最延遲系統之後呢 所有的這個系統要重新提、重新做 因為它常常需要花很多時間 做短檔工作 所以可能這部分 我不知道台灣是我知道 數位點藏這個國家的系統 已經停了大好奇 那但是呢 博物館它還經過所謂收藏服務 還有不妨包含的解說行程 來增強就是說除了展示的部分之外呢 還有其他的這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我看到就是 這是跟我的這個環太平洋的 這個博士論文的研究有關 除了在紐西蘭之外 我也做了日本的民族學博物館 那在紐西蘭的日本 民族學博物館的時候呢 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一個收藏 叫做George Brown 他是一個傳教士 他是一個紐西蘭的傳教士 然後他曾經在這個十九世紀後半 到二十世紀初期呢 他在美馬里西亞這個老舊傳教 那你知道這個 主公原住民改宗之後 他會現出他以前的一些 保存的一些 他們傳統的一個神像 或是神族文像 會有更多的文像 那他也拍攝了非常多的文像 那這個這些藏品呢 這個他在四世之後呢 就是輾轉回到了英國 甚至到英國的一個星保大學 這個部份上台之後呢 大幅的刪卷 刪卷這個大學的預算 那這個 所以那個星保大學呢 他認為說這一批點藏品 是非常的精彩 也就是大洋洲的這些文物 再一次的我們講這個 說演藏市場還是藝術市場 還是這個 股物市場 就具有非常高的一個價值 所以他就開始要說 而且他要保存那些東西 他覺得非常窮數要花錢 就開始拍賣 他賣給了誰 你知道嗎 對他開始 這個做得比較近的 他有多少錢 100萬英鎊 就是賣給了民國 因為他開出的條件 你要買就全部買 不可以一件一件的標 所以就是一整筆 就去交給了民國 那民國那時候 日本的經濟還不錯 不過後來像現在的 這樣子這個經濟幾乎說 所以他就賣給了民國 那民國剛好有一位 就是有西蘭的研究人員 叫Peter Magic 他對於這批標本呢 非常的重視 後來跟民國的另外一個研究 大亞洲的一個研究朋友 就開始提一些計畫 所以要好好的來整理這些標本 甚至回到這個傳道士 他當時在有些來在澳洲 他那時候的一些故居 了解當時他為什麼要收藏 後來那個Maffer告訴我 他說這個George Brown 他收藏是想要做博物館 為什麼 他說他的故居他已經把他設計成一個 很大的一個朗道 一朗的感覺的空間 然後就是要來掛這些 或者是要來陳列這些 所以這些在民國 他們做一個專案的研究 但是這邊出顯著一個就是 傳教士在這個文物收藏 裡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那我們再保留一下 我們再來看到民國還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2009年的時候呢 他在順義博物館 這個辦了一個改年來的一個民事 日本民族文學博物館 經常台灣援助民國館的一個特賬 那這個展覽呢 民國是說他是開館30年以來 第一次讓館藏 我們會到這個發源地來做展出 那其中還有一些被日本指定為重要的 這個民族國化產 那當然我們知道在日據時代 有非常多的日本的學者來 來這個台灣 在他們叫彩踏 在他們的日記裡面都有寫到 好 那其實日本呢 不管不只是民國 像天理參考館或是國立東京博物館 都收集了非常多的 這些人著名的文物 這時候聯合報記者 就寫了一篇文章就說 原著名文物擺上陸更遙的 陸更遙的 看到更遙的 是另外一個 也是遵律博物館的來源 就是馬接 好 這個馬接是不是又是 就是在日本人台北來之前的一個傳教士 他是在1871年的時候 從打狗 就是現在高雄登上台灣的一個傳教士 那當時為什麼發現這一批文物在加拿大 就是有一位加拿大級的人類學的教授 他本來是學者 叫做Michael Stanton 他的指導教授告訴他 加拿大的這台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其中有典傳一批 就是馬接博士的一個收藏 好 那你們知道台灣的第一座國館 是什麼時候成立的嗎 是誰成立的嗎 那是公社的國館 登登登登登 就是馬接 他來傳教的時候 成立了台灣第一座國館 叫做牛津學堂標本室 所以他是 因為在他的傳教的這個之餘呢 開始收集台灣的 包括這個原住民的漢人的 就是他的信徒捐給他的 捐贈給他 這是一些自然的活物 他除了把牙子散發 就是台灣的牙齒之外 當然後來在馬接四四百年的時候 這個台灣有做了一個研討會 就叫什麼本子 你知道嗎 就叫莫齒旺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 他也收藏了非常多的台灣的一些文物 那這些文物只會跑到 這個皇家安大院博物館 因為馬接是傳教士 傳教士也會休假 所以他們在1893年 第二座休假的時候呢 他就把這些文物 是帶給他的這個武校 就是Pinosus的神學院的博物館 他來就是一方面就是說 來公開的就是來證明說 他們是怎麼樣在各地 然後來認真地來做宣教 然後打成一些成果 然後甚至在很多的教堂 他們也做一些見證 然後那些信眾看到這些文物之後呢 開始捐錢 捐利就開始就是擺木捐木 然後他再繼續他的宣教 那這個神學院呢 後來因為孝子 在1915年孝子簽職 所以他就把這些文物就交給了這個 皇家安大院博物館來演唱 好 那孫英博物館知道這件事之後呢 他就請這個我們也是我們系上的 李嘉悅老師還有那個許公平老師 就是組成一個團隊 裡面也有我 這右邊的那個是 叫他為博物館的合作師 他那時候也跑來看我們在做什麼 他從我帶華開車過來 然後我們就開始來去了解 所以這批文物有600多件 那後來胡老師就選了192件 那些文物呢 後來就來台灣 在馬街逝世100週年的時候呢 來做一個展覽 讓大家更知道這些文物 是原住民文物 這樣的方式回來 好 除了這些我們就看到更多的選項 是像英國其實很多的博物館 他們有所謂student room 那就提供更多的這個 研究服務的窗口 那我們知道這個文物的 我們的學品有權 和平浪威屬權的問題 還有鄭壽權的問題 它是屬於國際主義 國族主義 不思議還有自由性 這些部分呢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複雜討論的一個問題 但是博物館能做的空間 其實是非常多的 對他們利用這種方式 譬如說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有一位這個民眾 他要帶兩個佛頭 然後到博物館 其實博物館幫他建定 那這個佛頭從哪裡來呢 我隱約從旁邊偷遞 偷遞 他說好像是我主婦 好像在路邊哪裡 看到有人在賣 所以他就買了 然後買了以後 他也不知道哪一元 然後他就請這邊的這個 他就摳這裡面的這個 可能是櫃檯 摳湯的一些古路的一些專家 中國的專家來看 就是什麼時代 什麼朝代 什麼形勢的一個問題的作品 然後所以透過這樣子的話 其實很多的文物其實 你們如果看到你人真有錢 人要有錢 你知道很多文物其實 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民眾會擁有 某個 某個國務館的供應人間文物 我感覺這個文物 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 流到不同的手中 然後後來慢慢又流到 國務館的時候 也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要知道文物的身分 透過國務館 來更多的一個開幕 更大大眾的一個了解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看到的一些 我們的案例 咦 剩下一個小時 可以開始進入到 我們剛才同老師說 我要講的一個政題 要休息喝候選嗎 好 先後可對 好 先想到這邊有沒有什麼 這個大家可以討論的 大英國務館 會把我們成功的案例 是不是可以收藏 都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每個 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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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都很想要這個大英國務館最好的 那大英國務館你很怕說 開了案 開了立之後呢 然後他們是無法受食 所以我們就保留一下這個問題 請下一個 杜 杜 杜老師 對 杜老師 他可能會很細膩的去聊述 這個他那個很文念的毛利的這個頭顱 當時為了犯什麼牆 牆之類的 然後他們的一個曲折的過程 的確很多的國務館來玩 甚至國務館不想要 市政府想要還 可是更高的一些國家的這些資產管理單位 他們也 也有他們的一些立場 是成為一個互相打官司 然後糾纏之後 我們再決定一個後果 所以他不是一個這麼容易輕易 說任何一個管理面的人 curator 或是一個行政人 或是一個館長 他說不可能還做館長 所以他們有辦法 有他們的國家政策 然後這些部分呢 他必須經過一個法律的程序 後來返還 那如果是私人的 或是 算是克博物館也其實還好 就返還 因為他沒有太多的正義 沒有的正義 那但是像 看你知道 同樣是博物館 沒有被官司採訟很多 以後才返還 但是大英博物館呢 就是他們在 他們國家的這個法律 大英博物館法的報徵 這個散項 他有一個免死金盤 所以他可以讓大家討論 讓大家來熱議 然後透過公聽的方式 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決策 那就是我們知道 在全球原住民族群要 這個物歸原住的聲浪當中 那有西蘭在某種程度上 為了鞏固合法持有毛利 或是太平洋倒五的穩固 這樣子的一個基礎 所以他開始慢慢改變 調整國務館的政策 因為對於這很多的國務館來講 任何特定的群體都可能聲稱 他屬於某共同祖先的後代 擁有文化一群的權利 所以這個奧克蘭博物館 或是其他法律 也開始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上面 也開始尋訪現在存有的一些社群 讓這些社群能夠參與博物館 相關營影展覽展示 包括演講導覽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甚至他也看著這個教育人員 不同的方式進入社區 像跟學校的班級或是部落團裡座談 希望能夠建立更多的互信 分眾的理解的關係 然後跟更多人的一個觀眾團 來接觸這個國務館的一個經驗 這是一個他們等的一個 在地先入的上文化政策的 一個主要的一個立場 那當然要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要從頭說起 那這種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境界 其實可能要從更遠的這個 這個更遠 就是更遠的這個部分來談 那剛才那個圖老師也有一個講到 就是這個台灣跟紐斯蘭毛利的 其實都屬於所謂的南島語族 那但是也都是 不管是在台灣的這個南島語族 也都是紐斯蘭的南島語族 都經歷了歷史上自主權的一個多次的變遷 那也經歷這個社會內部多元族群的一個 對於資源的更多 然後其實現在我們看到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講到這個紐斯蘭的一個國務館市 其實也是這個 就從1841年開始 它最早第一間的一些這個國務館的這個 毛利文物產業市 它是停留在這個叫做Nielsen的這個 會特別的一個港元英明台上的話 它為什麼要在英明台上設置這個毛利產業市場 它的用力是什麼 你們可以想想看 就是跟我們講的這個 自從這個1840年代開始 這個百康體條約的簽訂之後 這個開始有大量的從英國來的新教育的移民 開始湧現在這個尤西蘭各國的港口 它們為了讓這些移民去了解當地的這個 原住民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們就開始在移民台上 就開始設置這個 這個毛利文物產業市場的成立市 這個電腦蕩子 哈哈哈哈 好了有了 好了 好 好 那 好 這個是淮湯蕩的現在我們看到已經的 這個蕩子現在已經是成為一個觀光聖民 好 我那時候也是感謝這個 這個叫做南島的這個計畫 提供這個經費文博士論壞 我那時候真的跑到淮湯蕩去去參訪 他們當時簽約的一個地方 好 那這個蕩子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你如果你拿了紐西蘭的這個身分證 你可以免費進去 那如果是外門的 你就是要買票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就開始是介紹好當時的這個 這個 本湯蕩 挖手這個附近的這些港口 他們那時候的 職名的官署 毛利的會所 還有教堂 然後停留他們的這個 挖卡的地方 甚至他們還有其中 現在很多的毛利的展驗 都在這個地方 最重要的了解這個 這個毛利人跟西方人 尤其是英文人接觸 這是我們1612年的時候開始 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那個 他們在到了這個毛利 到了這個毛利 到了這個毛利來之後呢 他們因為跟毛利人發生一些聰明 發現毛利人非常的票漢 所以他們就離開了 然後經過一百多年之後呢 到1769年的時候 英國的庫克山長來之後呢 來到毛利來才開始長達 兩世紀的一個歐陸的移民 那現在的這個毛利人呢 稱這些歐陸移民 移民叫做Paketa 就是這些白種人 那1840年之後呢 就是各部落的酋長 就是簽署白湯陸的這個條約 然後劉西蘭的正式 在英國族裏政府的那個 的宣稱下 就進入他的這個基地板 那在執民初期的時候呢 他們你看 才他們才簽署不到十年二十年 他們就開始在這個 紐西蘭的南北島建立博物館 那他們建設這個博物館呢 主要也是提供給這個執民地的這個 作為一個展示的一個群創 來宣講西方的文明 還有這個跨國情形的目的 再來就是他們透過了一些 這個國家的礦物權之類的 來大量的開發這個 紐西蘭的當地的 包括礦產礦物的資源 所以當時的博物館呢 這個收藏最多的是什麼 你們要知道嗎 剛剛建立的時候 收藏最多的就是地質標本 地質標本就是他們博物館 最大宗的一個場景 那我這邊特別介紹就是 兩個博物館 奧克蘭博物館 還有就是這個吉他塔的博物館 那奧克蘭博物館呢 它是紐西蘭第一座 政府資質座的一個博物館 它現在也是全球收藏毛鄰 和太平洋募集的 它是重要的博物館 那它當時是建立在這個 奧克蘭大學旁邊的一個小木屋裡面 那經過多次的一個這個 這個牽艦跟重建 那現在的規模是1929年 就是第一次大戰之後 第二次大戰之後呢 他們為了要紀念這個 死傷的這個 公路戰場的紐西蘭軍人 所以它設置了戰爭紀念的一個展示 所以把這個名字改成 紐西蘭戰爭紀念人 但是它現在也自稱為奧克蘭博物館 這個都是現在都可以通用的 那當時呢 這個1852年的時候呢 他們在這個 殖民政府的這個 這個 奧克蘭大學旁邊的時候呢 他們也是收藏自然石為主 然後包括像胖木鳥類貝類跟昆蟲 那也有一些毛利的標本 那之後呢 就是發現說 很多的這個文物呢 開始 除了書籍文物之外 也把這些文物 書往公布大陸 它也是作為一個 書往公布大陸的一個短紀戰 那這個問題呢 同樣的是出現在提巴巴國務館 那提巴巴國務館呢 它更直接的 它就叫殖民地國務館 它在1865年的時候成立 然後1907年的時候 改為林地國務館 然後在1972年呢 稱為國家國務館 在1991年的時候呢 就稱為這個紐西蘭國務館 而且用毛利的這個語言來秘密 其實不同的這個 從殖民到後殖民時期 不同的館名、館子 L首長的變遷跟交換 都映照了這個紐西蘭人 對國務館的態度跟情緒 同時帶動了它對歷史的認同的一個探訪 那這個就是 而且國務館呢 在這個不管是殖民、戰爭、全球化、 新移民的政治力量的衝擊下面 然後從過去 把這個原住民 視為其風地族的他者 到現在 作為一個國族的一個象徵 它其實是有一個 不是一觸可擊的一個過程 而是一個販賣演變的過程 好 那我們怎麼看它演變呢 我們現在提帕帕博物館 為例 那這個提帕帕博物館 它是威靈 在威靈頓 就是本來奧克蘭是作為 英國和紐西蘭的一個首都 後來他們為了要平衡南北島 所以就把它遷移到威靈頓 那所以在遷移到威靈頓之後呢 他們就開始在議會的後方的 小木木齊立這個博物館 那剛剛我們就說到 殖民政府大量的開採當地的礦財資源 所以當時的一個館長 他本身就是一個地質選家 然後把為什麼叫除名博物館 很明顯就是除了從海外輸入歐洲的一些器物 他也從歐洲輸入了一些器物 你看在奧克蘭博物館也好 他們也有相當多一些歐洲的一些服務 他可以把它作為複製品 或把它運送到這個紐西蘭 來增強這個歐益移民 對於新國家的一個認同 那在某種情況下呢 他也是不斷的就是把關於這個在地的一些 不管是礦產文化資產 然後往公路大陸做互相的一個傳送 那在這個時期呢 我們知道演化論 演化論是答案的演化論 在他們在做這個文物成練的時候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國務館的思維 所以他們也把這個毛利的這些文物呢 按照這個動物相同的一分類方式 做一些排練 來練好而且呢 把這個毛利呢 當成自然史國務館的那種原始的 依賓發手的 佛化史的方式來做一些展示 那這些展示呢 就跟歐洲的百種子的殖民的先進的這個文明 形成一個先進的一個對比 但是因為這個太多的這個原住民毛利的東西 大量的頻繁出口到歐益國家 那紐西蘭政府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在1901年的時候呢 他就頒布了所謂毛利股物法案 他限制了原住民遺物 還就具有歷史意義的物件來出口 他也一方面也希望 作為凝聚這些移民者 對於新國家的一些認同 你看到這個法案呢 裡面就有對於毛利這件股物的一個定義 來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如果說你沒有經過允許把這些毛利股物 往其他地方運送的話 的一些法則在這邊也有做一些明定 不過這樣子的一個定義呢 也是大概也是從歐洲的一個本位的角度來做出發 然後就是對於這些來到紐西蘭的移民 他們只是希望能夠更認同這個國家 那因為這個毛利的股物法案頒布之後呢 他限制了毛利遺產 還有其他具有歷史性的科學物件出口 所以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呢 在1907年的時候 這個博物館的名稱就改了 從殖民地的博物館改為林地博物館 那可是你一看到這個博物館呢 非常有趣的就是他的這些建築呢 你看到這個外觀很像哪裡 這是領地博物館 他現在的樣子喔 是在梅西大學裡面 現在做為戰爭經驗 那這個也是像不像 紐約大貴會博物館或是大一博物館 甚至他這些列句也很像 剛剛討論回來的帕德那什麼樣 為什麼大家都會認為這個 帕德那什麼樣就是有博物館的象徵 最後回到博物館這個字 某字也沒怎麼出來 你們知道某念是什麼意思嗎 某詩 某詩是什麼意思喔 這個要給張明 對希臘神話裡面 某詩古神的名字 所以博物館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神聖的殿堂的一個 知識的殿堂的一個概念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領地博物館 然後二戰之後呢 博物館受到新興國家的歷史的意識影響 在1972年的時候 再命名為這個國家博物館 那甚至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領地博物館 跟國家一朗那個時期 尤其是戰爭的期間 他們已經把這個戰爭紀念 就開始做為這個博物館 不管是提趴趴 或是這個奧克蘭博物館 都成為一個博物館的展示的一部分 甚至也保留了相當多的archive 手稿籌、文捲、歷史資料 所以每到這個戰爭紀念日的時候 很多的後衣的家族 他們就會到博物館 來翻閱他們過去先人 他們那個段歷史的一個資料 這個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大戰期間 對於紐西蘭博物館戰爭的一些影響 那二次大戰之後呢 那紐西蘭也開始 重新的審酌國家認同跟世界定位 那1970年代開始 這個能源越戰啊 還有就是這個跟英國的關係 越來越遠 那這個長久以來 主導這個英靈同化的政策 或是因英國的這個認同 開始逐漸瓦解 那另外一方面呢 紐西蘭就是一些原住民 也開始受到 譬如說美國 他們要求這黑人的這個黑權 還有就是細節主義的儀善 所以開始也慢慢成立的一些抗爭團體 陸續成立 希望能夠回復毛利人的土地 人和文化的訴求 因為我們知道 海湯比條約簽訂之後呢 有非常多的解釋 那英國以他的版本為主 所以到時候 很多的土地呢 就是他就是大量的 讓毛利人大量的喪失他的土地 那所以他們開始要求重新 這個毛利人開始要求官方 開始重新定位 這個所謂的 白湯比的建國的文件 那在1975年的時候呢 這個法律就 這個法庭就裁決了 其實毛利人他是擁有索賠 這白湯比條約 他當時在19世紀 他們簽訂的時候的一個永遠的一個權利 那這個在1977年呢 他們也開始推動這個毛利事務部 就是社群強調的是發展的會同化 所以你可以知道像台灣 有很多的這個圓民電台 這個電台 他們開始就是會到魯社去考察 考察什麼 考察他們的毛利電台 那現在毛利電台呢 這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一開始有立法寶藏 就是毛利是他們官方的文件 跟英國文是並列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法律的一個寶藏 那所以社會開始就開始認識到 毛利文化遺產跟身分的認同 就是接受毛利是紐西蘭社會的 非常重要部分的一個事實 那對於博物館來說呢 這個也是因為這個整個社會的氛圍的一些變化 那有更多的聲浪開始檢討 就是國家博物館怎麼樣來這個 對於傳統原住民文物的這個 所有權跟控制權的一個部分 也受到的挑戰 就是像誰應該擁有這個 對於這個原住民知識生產 跟意義的一個製造的一個權利 那博物館是否是最適合來保存 或是詮釋這些原住民的珍貴遺產 還有生活方式的一個地方 那博物館的社會地位是什麼 那更多的這個 這個原住民會認為說 在博物館裡面 他的這些所展的是 時空膠囊裡面的凍結的一些文物 那他們是活的死的文化 但是對於他們講 他們卻是活生生的人 那他覺得博物館 雖然展現他們過去 這些祖先的物質跟藝術理財 但是對他們講 這是一個疏離 還是沒有生命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或許博物館重新來反思 他的這個國家權勢 國家認同 還有這個 這個博物館的社會角色的一個影響 然後 形成了一個 一個普遍的一個 一個博物館的一個氛圍 所以在1970年代以後 博物館的開始非常奉詩 跟毛利社群的一些關係 像在這邊就是我榜台的一些 這些毛利的一些館員 在不同的這個 吉巴馬或是在奧克蘭國務館長 那甚至他們大量禁用毛利集的 或是太平洋島的 然後作為他們的館員 甚至他們又開始注重口述歷史 然後希望用口述歷史來扭轉 都是這個所謂過去以西方歐洲的這個歷史認同 為主軸的一些 魯西蘭歷史的一個意義 那這個提毛林展就是剛才 我們這個童老師所提到的 這個 他是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旅程碑 對於國務館而言的一個毛利的一個 毛利地務 毛利任務的歷史 那這個展覽呢 其實他是一個毛利的一個人類學家 Sidney 他所策劃 他結集了十二座的這個 紐西蘭的國務館的藏品 然後跟他們的毛利事務部 邀請了這位毛利其實人員 一起來策劃 那這個展覽呢 他的首展是在這個 紐約的大都會國務館 然後之後呢 在美國的四個國務館做巡迴 像剛剛老師有講的 像烏烏印啊 還有就是這個 其他四個國務館做巡迴 最後呢就回到了這個 紐西蘭四座國務館再做巡迴 那這個展覽呢 這個 在這個策展的過程當中 因為是有很多的這個 毛利的社群人來加入 所以他們在開幕的時候呢 他們也會邀請 當地的這個部落的組長 來參與這個活動 他是以文化附贈 作為一個重要的這個 主術的一個對象 來增強他們對自身遺產的認同 的一個重大的意見 那他們開幕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又回到廷發堂 那時候還不是廷發堂 是他們國家國務館時代的時候 他們就著這個開幕的現場 同樣的他們在其他的這個 包括美國的其他國務館開幕的時候 他們就會邀請到租屋廠 透過他們這個審聖的 跟祖先告慰說這些遺產 現在帶到這個不同的國家 讓大家來能夠欣賞 我們毛利的增保 毛利的文化的一個深邃 不悠久的這個歷史 然後他另外還有一層的物件 就是這些文物 可能它有它的大的禁忌性 或是隨時可以出事 在其他的這些空間裡面 所以透過這個儀式 來進化那個空間 然後解除這些禁忌 這樣很多人參與到 看到這個展覽 它不會受到一些主靈的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 他們認為的一些影響 一些影響 其實這個部分 我自己本身有深刻的感受 因為我在2008年在博物館 也做了一個 Vatavana展覽 我那時候也上了電台 就是 Another story 最後再說 這個禁忌一定是要解除的 對我們這博物館來講 這是有親身的體驗 所以在這個展覽出來以後 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在社會的時代背景 是工黨執政 那他通過了毛利語的語言的法案 就是我剛剛講的 毛利語 英語 首語 並列為官方語言 所以現在我們到 不管是奧克蘭火舞館 或是其他 他們所有的這個語言都有兩種 就是毛利語 面板杖文 他們官方文件 重要的公文書 聲明 都是有兩種語言 另外就是 他們開始推動所謂的 雙文化政策 以邁向一個太平洋島嶼 共同體積作為訴求 提出太平洋島嶼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理想 那我現在就開始在這個學習 就是我們都是 都是我們放棄我們的共同 基於共同祖先的種族文化學統 這樣的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我們就開始要推動起來 做一個新的國家的認同 因為我們知道原住民 非原住民 還有外來的民族 就是在他們的民族國家裡面 都存在了相當的衝突性 所以他們以這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訴求 然後 多元還有就是雙文化政策 來解決一些國內 一些族族之間的問題 可是對於他們來講 台灣的問題他們也覺得很可憐 因為他們覺得台灣 不管是客家 閩南 我們講本神人 外神人 他們都是一種的就是漢人 對不對 可是對於你到這種民族國家 你會發現是明顯看出來 還是完全是不同的 像我們都會這樣子區分 我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沒有這樣的區分 有況是在他們的民族國家 這樣來強調這個 就是新的國家認同 來放棄過去的這個種族的血統 會來跟著這樣做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雙文化時代 所以提趴趴趴 有開始提出他的一個願景 就是要改變心態 改變思想 改變生活 扮演改變紐西蘭 就是論壇的一個角色 透過不同的觀點的體面 剛剛講 幫助人員行訴對世界的看法 然後讓他們在知情的一個行為上 採取行動 這個就是透過這個1980年代以後 紐西蘭獨度推動的雙文化政策 還有另外他們在1990年代 紐西蘭政府還針對著 他們四座國務館 指標性的國務館立法 就是保障毛利人的法案 你看這個四座國務館 第一個就是提趴趴 紐西蘭國務館法 他們是用法律來保障 這個毛利人的國務館法 鑲嵌在國務館法裡面 再來就是你看1992年 那1993年1996年 這是我們的國務館 那再來你看1996年 還有就是奧克蘭國務館法 在裡面國務館法裡面 到底講的神 首先就是確立什麼 紐西蘭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 他是以多樣性 就是他們特色的部分 那毛利在這方面 他是有參與權利 而且他是有參與國務館角色的 一個很重要的權利 那在這個國務館法的 這樣子的一個規制下 所以1992年就決議 所謂的國家國務館 就必須要付加毛利 就是提趴趴趴 提趴趴是什麼意思 對 就是我們的地方 他原來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他在叫奧克蘭 什麼 他本來意思什麼 從到保護人 就是國務館的地方 所以這個毛利的權利是從 白湯底條約就開始 而且是國務館必須跟 國務館的這個毛利人 建立所謂的夥伴的關係 這就是他的一個政策 很重要的政策 那這個國務館法通過之後 那這個提趴趴國務館 新館在1998年2月14號 情人節的明天 就是經過四年的這個重建之後 在現在的縣紙上看 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他的重心就是要加強社區關係 包括服務設施 收藏活動 他要扮演的就是 國家遺產教育休閒觀光的一個重要角色 作為改革 跟創造國家意向的一個影響 可以看到 這個是他們的這個 毛利的殿堂 頭票站的地方 這個像什麼 可以說 這就是他們的一個論壇 這是毛利的論 會手 他們有meeting house 可是他不可以像那張傳統的會手 你看他們會手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會手 所以 好 這個我們先賣個觀子好 這個就是 他有利用一個 經過藝術家結合藝術家 所改造的一個當地的一個會所 然後 在這邊作為一個開放討論辯論 還有各項慶祝一式的一個空間 就是 用來增進保存探索文化遺產的一個知識的論壇的一個概念 就是去把它建造出來的 用這種方式來做一個社會共享的分享 所以你們看他是毛利的嗎 用不像毛利 因為他們已經是一個多元族群移民的一個社會的一個共和的 對 那我再給你們多看一下一張 這個是Tipapa有一個Logo 這Logo是什麼 為什麼他會用Logo 這個Logo來做為他們的一個 一個柔軟的一個Logo 一個形象 你不能偷看下面喔 為什麼 因為 買湯区跟英國人簽訂的時候 你知道南島族是沒有文字的 因為我們的貧古族那時候跟漢人簽約都是蓋什麼 掌印對不對 他們是蓋湯子的指印 所以這個指印就改變了 紐西蘭族群相遇的一個歷史 是不是 所以他們用這個指印 在他們國館的 甚至咖啡上都可以刻出這種Logo 在太神奇了 他們那個真的館員的字符 甚至這個是我跟他們旁貝青年旅館 他甚至把這個Logo裡面 把他們國務館裡面展示 全部都融在裡面 好 事物牌都是這樣子的Logo 時間好像有點過得很快 好 那我 好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都講政策 講他的政策的部分 那根據這個提趴趴的這個法之後呢 他們的這個 國務館的組織架構呢 有做了一些調整 你看這個就是一些功能 責任功能的一些部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個組織組 可以看到 是康太新組 就是 在1995年之後呢 就是採取CEO還有毛利領袖的共識模式 就是 國務館採取雙手掌的制度 來確定毛利組參與國務館的制度 跟運作 的一個權利 好 這個你看這個就是 這個你看這個是他們CEO 旁邊就會有一個 以毛利的一個所謂的領袖 就是他對國館一起來制度 像這個 我那時候去體育法港的時候 他們的毛利的資資金館 還會開毛利語言課 就是讓其他的這個 非毛利語組的人來一學 因為他們所有的文件 現在要雙語 所以他們也要開始要學習毛利語 甚至有發現Google沒有毛利語 是嗎 真的 而且他們網路上都有毛利字典 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 毛利的領袖 是更清楚 他掌管了什麼 好 推動 工作就是推動 毛利遺產 文化發展 創新還有靠文化對話 並提供指導毛利文化師傅的 這個諮詢的這些部分 奧克蘭博物館也同樣的是 在奧克蘭這個 博物館法的規制之下 他們也開始在他們組織上 做了一些變革 可以看到這一張 就是他們在2007年的組織架構圖 他們根據他們的這個奧克蘭 博物館法 他們設定的這個毛利代表 他們現在做出 他們現在這個 博物館法規定就是 他們現在要有一個所謂 tru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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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stable 信扣理事會 旁邊呢定要有一個毛利的一個 首長級的會議來做指導 另外在他們的組織 這個六組下構裡面 還有一個毛利組 這毛利組是做什麼的呢 聽到 對於毛利價值觀議定書 祖先遺傳不歸還 毛利價值觀培訓 組長關係管理 毛利增保資料庫管理 毛利計畫增保研究出版 是他們這個部門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一個任務是在這一部分 那2008年呢 因為我剛好是2008年去的時候 他們有新的館長上任 又做了一些調整 那在館長的這個下方呢 他們設立毛利合作發展的這些部門 那甚至在這個成立所謂的毛利評價小組 那這個是奧克蘭國務館的這個毛利評價小組 的一個承諾 那他們就是負責 針對這個毛利的燙桿 增保還有人群的詮釋 是否採用毛利的觀點 能否被毛利人接受這些事物做一些評估 那這些毛利評價小組都來自 他們全管不同的部門的專業 然後包括像管理、收藏、展示、詮釋、行銷 這方面他們做很多的一個建議 而且還支援很多相關的毛利的重要的 也是一個展覽活動 那那時候我訪談了一位這個毛利級的這個官員 是教育人員 他就認為說 國務館應該鼓勵更多毛利的人參與 然後跟社區有更多的連結跟互動 所以在這個國務館裡面 你們看到當然還是會有些酸民會覺得不太習慣 現在好像經過了這個國務館法的一個緣子之後 這個毛利的這個地位、毛利的權利 好像已經優於其他的族群的改名出來 好 那所以就會在這個報紙上會出現 像這樣子類似的一些漫畫 然後他們認為 像提高法國務館 也有人在報紙上寫社會說 應該改名為 毛利和太平洋島嶼國務法 因為他每年花那個納稅人2.8億的納幣 那過去那個歐洲營營 這個開始他們開始也覺得說 好像不是受到重視 那也被排除 那這些部分呢 他們也會開始做一些回覆跟回憶 但是博物館呢 所以他是一個大家都可以講話發生的地方 你剛看到的毛利會堂 好 沒關係 任何人有任何意見 我們都可以來博物館來談 來 大家互相的來做一些交流 好 那所以他們就開始說國之論壇 論壇這部分也是放在博物館裡面 他們現在毛利會堂的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來做 然後另外也強調所謂的泛文化的 泛太平洋的這個認同的部分 那我們再看到就是在收藏的部分 這個我們都知道這兩個博物館 他們的起因的東西 都是自然的收藏的一種 那人類也是在自然的部分 就像客國館一樣 我們有所謂的生物的人類的地質的部分 那我們講這個物件 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收藏的一個概念 尤其是在這個有一本書叫做這個 在奧克蘭文化他們出了一本書 叫做一百五十大的這個TREGOR之後 他們叫這個叫做 過去他們叫毛利物件 可能叫阿沃 但現在他們叫TREGOR TANGGA 就是不是藝術裡面 在紐西蘭的毛利的這個 他們族群裡面 他們文字裡面 其實根本就沒有藝術這兩個字 你們認為他們的這些雕刻很漂亮 然後也有藝術感 但是其他外來人 對於他們兩個就是一個神聖的符號 或是一個神聖的一個什麼樣子的象徵 所以他們開始就是 對於這個對於毛利的 對於原住民的文物的 開始的這個稱謂 就開始做了一些變化 讓這個變成燙港 可是也這個毛利的話 就是珍寶的方式做一個稱謂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燙港有沒有 燙港就是珍寶的這個意思 那我們看看他們怎麼樣來儲存他們的房 這個是在TEPAPA的這個 服務館裡面的收藏庫 那接待我們的兩位的館員 都是毛利 其中還有一位是非常毛利的一個研究學者 寫了非常多相關的這個 毛利融入的一些這個研究的專探 那我覺得有趣的事就是 你還進入到這個 護房的這個門外裡面呢 他有一個洗手台 為什麼會有一個洗手台 是要一個毛巾呢 你認為呢? 好 字很小也看得到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覺得這些文物是神聖的 所有進出的這個人員呢 都必須要先洗手 洗完手以後頭上要灑個水 像毛利體偏表達謝意之後 你才能夠進去到他們這個庫房裡面 好 那這個就是 再來看就是奧克蘭博物館 好 奧克蘭博物館也是一樣 好 在他們這個毛利體裡面就有句話 就是說我們看待阿若 就像看待人一樣 對我們而言呢 許多代表祖先真的的人 隨著這個時代所消逝 但是他活在我們的記憶裡面 好 所以這個我們看到的文物呢 我們會想到他 他真實的一個存在 好 那我們跟他共同洗腦 現在的一個毛利的一個文物 好 所以在這個毛利體裡面 嗯 他們設了所謂管他 一百五十大的這個珍寶裡面 在毛利體裡面 好 我把他整理出來 有個起見 好 讓大家看一下 好 好 這個是他們的這個 嗯 門湄上的一個堂口的一個裝飾 好 我們在他的這個紀錄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是怎麼樣來清管 好 每一件他都有做一個說明 什麼時候收購 那時間的關係呢 我就先挑幾件 你就會看 因為我們這邊講到物歸原主 好 你可以看到 這個每一個物藏的過程呢 其實都是有點複雜 好 有的是呢 那時候為了戰爭 族內戰爭 他們把他埋下來 在水下面包吹 那之後呢 然後 他又被把他撈起來 然後又輾轉來 經過 然後又輾轉來 那其中我們看到這個是 戰團獨木舟的團手 好 來源是英王喬治武士 可以看到他指的 一個過程 好 這個跟我們 repassuation有關係 好 從英國的喬治武士 就是指揮歐又回到了這個 這個奧克蘭博物館 好 現在呢 這個是英國皇室 長期借貸給奧克蘭博物館的產品 是從1925年開始 他是借貸的方式存在 好 好 那再來我們 我們再看一些 看這個也是 每一個博物館的一些物件的進來 好 都是非常的複雜 於是在珍寶 都大概是在這個 嗯 嗯 二十 十九世紀下半年 大量的重 重要的這個日常 就是在那個時候 好 你看到這個也是 懷湯體條約簽署之後 交給一個某個爵士 就是長期借貸給博物館展出 後來 什麼 奧克蘭美術版跟奧克蘭 給博物館的合併之後 都在奧克蘭博物館展出 好 每個你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 這件也是 是庫克船長那時候收集的 這個是巴圖 台灣原住民也有巴圖 對不對 南島也絕對有巴圖 那庫克船長 你知道英國以後 把這個標本獻給了 這個 當時支柱他的家族 然後後來被奧克蘭博物館回來 私人的比較容易回來 如果是 如果是像那種 大英博物館 或是在公社博物館的時候 那過程就更重要 好 甚至 博物館的顏 顏 的物件的顏色 都會有一個過程 好 那這個呢 對好 看到了 這個呢 這個 剛才這一件 很有意思的一點 就是 你看到了現在 他是 紅白黑綠色相間的 那個 毛利村三代物口的雕刻門板 TT 那 他曾經 不是這個顏色 為什麼呢 在1950的時候 歷沙白綠綠 他到澳國參觀的時候 然後 那廣方都覺得 這些毛利的這些東西 看起來 就很髒髒的 不好看 所以他就全部把它 刷成這種落紅色 所以剛才 你們剛剛看到那一件 這一件 這個 入口的這個板子 他也是把刷成落紅色 那 到1982年的時候 館方的conservator 回護人員 才逐步逐步把它清理成為 這個 即時修復的工作 先回顧它原來的顏色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有趣 它的顏色 副國務館也會 因為某個政治人物來 然後把它做來改變 讓它更新更美 那是當時的人的一個 一個想法 可是對於原物 我們就這樣幫它保持原來的一個現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每一個珍寶背後都有一些故事 而透過這些故事呢 就浮現了一個 國家誕生和發展的機制 這是對他們來講的 也這些珍寶呢 大部分都是在20世紀上方 也捐贈到國務館 包括採集 捐贈、交換、訂製、購買、木牌、 長期借貸 來源呢 有收藏家、傳教士、職名官員 旅行看見家、商人、音樂人員、 攝影師、英國皇室 英國國務館、絕事農場主人 當地人助理協會 信托金、工程單位 所以這個原一間國務館 它的故事差點出來 就是他們這個國家 如何誕生的 背景 可以讓你們講 就是這樣 好 好 時間還剩下一點點是不是 我後面是可以很快的 快速的跳過 就是展演的部分 很快速跳過 就是這些東西 最後到展示場 是什麼樣展演的畫面 某種快的跳過 這是報克蘭國務館 然後這個是這個 皮靠牌國務館 這個他們展演這個會所 還有組長屋的這個體現現狀 那再來就是我們知道 很多這個南島嶼是透過船 才到達毛利的 好 你看他們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船部長來講 非常的重要 那甚至在這邊有個角落 是毛利部落特展區 它是每隔兩年和不同部落合作 推出一個展覽 希望用後來增進傳統 跟現在生活的一個連結 好 那這個燒呢 是毛利最後的一燒 作戰鬥的國務館 因為到達有西蘭以後 他們就開始這個船 中門跟過去航海移民的 大概也是不一樣的 都是用戰船的方式出現 所以毛利呢 它是一個多意義的 多層次的一個帶領 在有西蘭 並不是一個時空膠囊的一個帶領子 另外他們有強調就是 太平洋的這個認同 因為他們收藏非常多 波利尼西亞的一些文物 那這邊有一隻牛 你覺得非常有名 這牛是用什麼做的 你們知道嗎 罐頭 對 罐頭為什麼用罐頭 對 因為這些船 後來的船 當然都是罐頭 象徵西方輸入 對島民生活在裡面 你們現在買了奶粉 不是紐西蘭的 你知道嗎 那紐西蘭原來有牛啊 所以你看他用這個方式 這種現在的那種藝術 來做一個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另外就是建國標準 他們現在對於 海湯提的這個條例 簽署過程的歷史爭議 他們有這種列入的方式來 各方說法 用這種方式來做的 那這個就是護照 那這個就是護照 你知道大戰期間 有非常多的移民 有護到武士來 那都是有些有護照 有些沒有護照 那在他們這個展板上面 就寫血液的分流 散步到搖擂的能力 你看他的護照的單元裡面 每一張都是一個人的名 每一個人點進去 就是每一個人 他們到頭去看武士 那這個呢 在他們這個提發法裡面 才更是 每個太平洋黨 他們總會來理他他的 這都是口述歷史 是他們有現在的生存有實 那如果說你 二十世界初 你是有些來的 因為你知道 嗯 西方過來之後呢 毛利 毛利民族他們 他們收到了他們的病毒 槍支 還有就是他們的教育上面 都收到非常大的抹去 真的毛利民的斷層 這方面都很抹去 所以他會有一個遊戲 就是如果當時是毛利民 一樣怎樣死去 你怎麼面對社會總統的不公平在 所以他會用這種方式 來刺激關注 而是給他一個答案 你是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非常好的一個展示 這是講戰爭 然後甚至他們的奧克蘭的 這套章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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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有二十多年的一個禮食 那在另外呢 他們為了親自觀眾 他們也提供了所謂探索東西 毛利文化探索中心 常叫自我導向學習 那 這個葉康經常跟毛利部落合作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掛在上面的 這些作品呢 就是毛利部落學徒的一些作品 因為他們還提供一些穿戴的一些 一些那個Cosplay 那甚至說你有機會打電話給毛利的朋友 你應該怎麼打招呼怎麼說話 讓我們認識 你知道波里尼西亞他們的這個 有階層的社會 認識他們家族 那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親子互動的餐點 可以看得到 甚至這個特別說明一下 那這個牆上呢 貼滿各種像羽毛的 這些樹葉上的這些片 這個樹葉片的樹葉 其實每一片樹葉呢 就是都是來自 紐西蘭各地的學校 他們在毛利新年的時候 他們博物館就會寄這些樹葉片給他們 然後告訴他說毛利人過新年了喔 然後你們在這一年 你們學到了什麼 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喔 所以他一方面 產地毛利人最實際的知識 鼓勵這個牌頭喔 透過這些分享這些創作 寄回來給國務館 國務館把它拼貼到這個部分 讓這個毛利學童 國務館之間產生的更緊密的內容 你看到不同的小朋友 他有好多好多的創意 他告訴這個部分 所以大家說他在這一年 他學到了什麼 他也知道毛利要過新年 就是一年的要開始 一年的一個結束 另外當然也是太平洋導人的部分 他們也是展現了非常多的創作 事實上親自非常自由活動的空間 像知識拼圖啊學習啊 觸摸表演發揮嚴重學習的部分 那在Youtube上面其實你可以看到 很多是從國務館他們提供的口述理事 像是對於百康體條約他們的觀點 他們現在也開始走各方面的影音分散 那重點就是要多元國化的互相尊重 認同有趣的生理教育 對他們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們有非常棒的一個情境的 非常講述西南的故事 他這裡面就不僅只有看到毛利 包括西南的一些影音 和共同參與這個社會 另外呢他們也推動了非常多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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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veling 大型的車 叫做Tamuana 他原來是一個研跑會 他要來 來想說大航洲路人怎麼樣來做一切 從台灣出發 很越大了之後 在一千兩百年的時間 七百年前到達了魯西蘭 那這個旅程呢 他覺得非常有意 所以他做行為展的時候 就一直在跟我們談出 那台灣非常重要 他希望沿著這個 這個南島移圖的路線 可以站一站這樣子寫下去 那這個就是在台灣 柯博館展出的一個情形 吸引非常多的觀眾來參觀 那這個就是他的這個保險方中 還有在林國的時候 他在念的 像右邊林國的一個在念的情形 另外 Tipata呢 他也不遙多讓 他就推出了一億的老業展覽 在2011年推出之後呢 接入去到法國的原初藝術服務 還有就是加拿大文博物館做展區 因為毛利現在成為他們 有新來的國主的一個重要的商品 他們透過這些展覽 他們像這個 也建立很多的外交和街道 也是像這個跟這個 日本或是中國 他們那時候 他們也慶祝他們到建交多少年 所以他們也推進來一個交換展覽 所以 所以 國務館從殖民開始 就伴隨著這個 有斯拉園走向後現代國家 現到現代的規模 在160年來的這個 解植力量的運作 你可以看到 這個 面對這個 島嶼生態和重型間複雜的 這些創傷和糾葛 國務館他還是必求 從這個循迴歷史的真相 來重建 這個文文 人文環境的元素跟成熟 而且重點是 尊重不同群群的 自我認識的主題式 所以 國務館過去我們講到 他的教育 娛樂跟充實人生 現在更多的強調就是 要探索參與跟享受 而且過去是由上而下 現在更多的是 祖詞跟壽詞的反轉 那現在有些來 全國大概有710座的國務館 那其中有68座跟 勞力組合關係 那我們講到這個 國務館的一個 這個重要的一個功能 過去我們講到是 謬思的知識的一個電台 他是一個收藏的保護 他是一個做展示 做民族記憶 做社會教育 甚至現在更強調休閒跟充樂 所以中華民國國務館學會 他們就強調 未來的國務館 有更多的餐廳 更多的shopping的地方 更多休息的地方 然後我們其中更多的服務 然後有更多的一個論壇的部分 那面對國務館的這個角色的日新的樂意 我們應該在各位講說 很多人因為國務館 覺得偉大 自己的主持人很偉大 好 最後呢 再把時間用完了 謝謝各位明天 然後我們希望還有點時間做一些堂課 謝謝楊明老師 我從來沒有透過一場演講 講者把時間用得乾乾淨 那雖然我們是預定八點半結束 因為他準備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也觸解了很多的議題 那有些議題 跟我們整個系列關係非常密切 有一些從毛利或者說 有些來建國的定位的改變來做 他國版反應了這樣的一個改變 那這樣子一個今天他成立出來 很多角度真通 不繼續問有點可惜 所以我們就還是 我們就不要多費時間 我們有任務都要快樂 大家不要客氣 請 我想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剛剛老師有講到 那個博物館的組織架構 就是在雙文化政策開始以後 他的博物館的架構 是在CEO平行的那個地方 他多了一個毛利的領袖 那這樣的領袖他的 比如說他產生的方式是什麼 或者是說他在加入的這些 就是平行的這些毛利人的職位的時候 他們的工作怎麼樣分工 那他是只有 他是比較是象徵性的意義呢 還是說他實際上開始就是 可能同樣在主導 就是整個博物館的發展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就是 前面談了非常多文物版本的案例 是好像後面在談 也是奧克蘭或是牛線 因為剛好講到非常多文物嘛 然後很多是比如說 可能是購買來的 或是過去在執筆實習材 其他的東西 那就是不知道 就是老師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有沒有聽到一些就是 這些地方他們文物返還的一些例子 那特別是比如說可能在 雙文化政策設立的前後 然後有什麼樣不一樣的處理方式 就是我們先搜集幾個問題 老師好我想要請問一下 剛剛你提到那個就是雙文化 國務館之後開始有雙文化政策 但是就是希望讓毛利人 有更多的參與跟詮釋 但是會不會在毛利的族群裡面 他們其實也有不同的聲音 或是不同的腳踏 謝謝 在那個紐西那邊 我們看到的是跟美國不太一樣 是美國有法律在規定 可是在紐西那邊好像沒有這個樣子的情況 如果我們回到台灣來的話 台灣是要配合像 比較會類似哪一個方面來做 如果要就是跟原住民之間 有比較共融的關係 台灣可能要朝哪一個方面走 因為台灣好像比較複雜 因為如果我們學毛利那邊 毛利那邊好像只有一個組 他們就已經夠複雜 他們每個部落之間其實還有一些關係 就是他們其實還蠻多那個人 如果是台灣的話 那原住民也要 如果要有這些靠土遺物的保存 那是不是如果要跟原住民這些關係 那是不是會更複雜 而且他們前面說到的 好像奧克蘭國務館還是 那個應該是奧克蘭國務館有那個委員會 然後在台灣就是毛利人的委員會 可是在台灣的話 那我們要前進十幾組的委員會 我們會來做這種事情嗎 還是我們要怎麼做 那我請問一個比較基本問題啊 你剛剛那個地方有一本書叫 《150 Treasures》 然後你在介紹的時候 有用一個詞說 你唸的時候是唸奧克蘭 我以前以為那唸奧克蘭 然後自從那個 《150 Treasures》 還是這個詞來的唸奧克蘭 那我想請問啊 因為據我所知 他不只是 他的意義不是指示物 也包括作為影像 還有就是他的訊息本身啊 所以好像他在網路上的資料 都是可以限制你的身份別 你才會取用後不可以選擇 可是實際上好像一般的《150 Treasures》裡面 好像有這類類類類類的標示 可這樣子的物品 應該是屬於奧克蘭的一類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限制 實際上沒有那麼多 還是他的 就是說這個分類到底是怎麼樣 分類跟他的限制到底怎麼樣 就是要他在網路上的 就是要他的適用性 就是這樣 分類 所以他限制是網路取用的 就是網路就你得先說 你先得分級你自己 你那個人資料 不是什麼樣的分類 你放棄圈龍還是一般的好奇 你可以 記憶著你的 埃爾斯沙斯的資料到什麼 動作就是對他們人也是分類的 就是說文物館的網站 對 其他法呢 我其實不確定 我以為是他 可是實際上從你的那個 檔案看在裡面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先當成給你 希望的限制 都是好大的 好 那我從後面開始 那個他們的網路 像我那時候是他們有個泰國 我剛剛有講出來 這是我們的轉子 它裡面就提供就是 有一些叫網卡 就是它有幾部電腦 然後裡面有一個圖書 小圖書室 甚至還有紫上的部分 就是圖書 那一張紫調出來看一下 然後 所有的文物在他們 國務館都是可以上網 都可以看到 它整個資料的背景 那老師說明說那個 這個不能看到是 嗯 他們對外的嗎 還是 你從台灣沒辦法連結的部分 我是閱讀的時候 知道他們的燈类蠻延 桃園港這一類 它甚至有一個房 霧的話 它有一個房間 它另外有一個房間 是儲放這些霧 它並不公開 對 他們現在就是 他們兩個就是一個 祖先的珍寶的意思 那所以 像我們剛才有 就是說我們要進去的話 都要經過那種 灑浸洗手的一次才能接觸 那是強調他的一個神聖性 其實有一點類似 像那個 茵蒂安他們要看他們祖先 他們也會有一個世光 那 所以對他們兩個說 這些東西可能 他比較 可能 他可能也想要做一些保護 因為像柯博館呢 或是民國好了 我講民國 其實他們對他們的資料 其實有分好 是種不同的層次 有的是開放給一般大眾 都可以查詢 那有的呢 就是開放 就是他們的內部館 或是一些需要申請的 研究能源 那來讓你查詢 那他的開放的這個部分 他們館裡面 會有一套規則去處理 對 因為它裡面可能涉及到 一些著作權 或是相關的這個 所有權跟財產權 所以他們考慮的層面 可能會比較更複雜 如果是沒有這部分的問題的話 一般是可以開放 所以 像我們的數位典堂系統 情況也是一樣 我們在柯博館的話 一般開放給一般觀眾 他可以查詢到每一種層次 但是如果更要深入的話 可能就是另外要從管理人的經歷 然後這樣民國也是一個這樣的方法 我不曉得這個可能跟他們的一個訊息的 一個界定的管理或開放的層次 對 剛剛說這個討館的歷史 他每個人實際上進去 那中間怎樣經過人之時 那在網路管理的話呢 對 然後他是不是也相對應的 會有的話 對 就是 對 那這個是我們祖先的種子 這個就是他們的網路 在他們的博物館裡面 他是可以開放查詢的 像我們客物館也是 有時候我在家裡 就沒辦法連到客物館網站 他就只能在Site上 那規例在他的Site上 你才能夠 館內的網路看不到 我不曉得是不是老師 你查到他們覺得需要被保護的 像他們這邊就會有一個 網站在這邊 沒關係 就很好 像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網站 這個網站喔 這個裡面就有 他相關的訊息在這裡 所以他這邊就是 因為他是在他們Outside 所以他們這邊非常開放 那遠端的話 他駭客嗎 不知道 哈哈哈哈 這個我就看 這個可能我要 請老師去了解一下 再來是 台灣人物館 我開始有點忘記了 哈哈哈哈 就是說 你的問題就是說 部落關係 在台灣會更複雜 其實台灣如果要 出界 無論是港湖 或是其他選擇的話 那台灣要從哪一個方面去做 對 像其實我覺得 在台灣這方面 做的還蠻徹底的 因為像我去年剛好也是 就是有擔任到這個 那個地方原住民地方館的 一個提建委員的話 然後我在台灣呢 有大概28個 至少說28個 現在就 現在阿里山那個 好像也快要開放的話 阿里山的那個 那每一個部落齁 就他們現在都會有一個 地方的文物館 所以在台灣我是覺得每個 就是每個縣市好像在 那些讓文物回鄉的海瑞 海端商 海端商 他們也是非常的積極 跟讓台灣博物館做一些合作 因為他們知道那些文物其實 脈絡都還蠻清楚的 所以他們知道是屬於他們部落的 像秦美部落過去也是一樣 因為他們會跟一些比較大館 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就已經收集了一些文物 然後盡量用這種循環的方式 來做一個回鄉的一個展示 因為原住民的部落的文物館 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人員跟財力的問題 所以你要他們在一個恆溫恆思 或是一個很好的保存條件下 做長期的一個保存 其實他們是有困難的 所以一個大館大小館的方式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典範 所以他們也是在積極的尋求 就是跟不同的管理所做進行的一些合作 像我的一個展示 現在已經在他們做許多了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這一部分 政府包括客家 客家也是每個縣市政府 都有客家跟有著名的這個 這個叫做優惱 就是他們的一個單位 他們就是主導這方面 所以這一部分我覺得台灣做的 也是算很輕的 那麼我在提帕法有一個 提帕法是他們 有現在唯一的一座國家博物館 奧克蘭博物館就是地方博物館 它是有附近七個不同的這個City的 一個政治組的納稅人前 移住75%給他們作為一個經費 那提帕法呢 它強調是國家博物館 它是全部從你們推薦的 365個都開放 但是他們必須自從經費百分之五十 那他們管理員又跟我講說 我們沒有辦法像四周年一樣 因為我們是一個小國家 我們有獨立的一些不獨的主持的國家 我們要把所有的東西放在他們國家 做一個最好的處理 這是他們的一個有部分的策略 所以每一個地方的情況可能是 要根據當地的 包括一個環境跟條件 來做一個去做一個發展 是沒辦法用採界模組的 因為每個地方的狀況是不同 但是可以互相的這個學習 然後去瞭解 我覺得這個分子感是正宗的 這樣子 對 蕭傑妳的問題是 雙文化政策 參與 妳不聽再說一次嗎 就 不是啦 需要提到說 就是 現在在推進雙文化政策嘛 對 那現在感覺就比較二分 可是我想要問的是 就是 毛利族人之間 是不是會有 他們一定會有分歧 或者不同居落裡面 會有角力的問題 那這樣子 在他們居落的詮釋的時候 還是他們怎麼做這樣子 對 這一地是有不同的 只要有人的地方 應該都有不同的角力嘛 像我每次去他們部落裡面 他們說 政府已經給他們的原住民委員會 有很多的資源了 他們要擺提的是 他們自己部落的問題更多 所以我想說這個問題 一定有人的地方一定是存在 但是畢竟是 他們是一個自治主義的單位 他們內部的問題 是從內部的方式去解決 會更容易就是 對他們的鄭塑賢代表性 能夠就是更被受 就是不會受到其他的族群 或其他的這個 給他的這個影響 主導來得更 就是說更容易去處理 像他們這個奧克蘭博物館 他們也會有一個 剛才我有講到 他們有一個毛利的文化展演 其實他們這個展演的族群 他們是用投標的方式來說 就是你每一個部落 你都可以來投標 來爭取到奧克蘭博物館裡面 去做這個文化展演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整個機會 但是你就要提你的計畫書 然後大家來做一個評鑑 然後來比較 然後選擇是公開的方式 來做這個公益 不會說好像是黑盒子 就直接外包你這一家做 因為在政府的這個採賦法上面 所以他們也會有這樣子的設計 第一個問題 對不起 第一個問題是說 那個關於組織架構的問題 因為剛才有講到說 他有一個CEO明星會有一個毛利的領袖 那我滿好奇就是說 當博物館的整個組織架構 開始多了這一塊以後 他對於本來的運作模式 有什麼樣的改變 或者是說他比較像是 呃象徵性的 就是說我現在 因為雙龍化政策 所以我必須要有毛利的在那個位置 對 就比較好奇 那他後來實際上公布合配的狀況是怎麼樣 對 我想說這個毛利領袖的部分 我想說他們會 他們有個Trust Board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委員會 他們會去徵選 就是 呃 代表的一個 具有代表資格的人 然後來做一個徵選 就像他們館長的誕生也是一樣 他是開放這個機會 讓所有人都可以來申請 那申請 只要你去選這個資格 就是進入到他們的一個候選名單 或者我們大概經過整個的 這個博物館的一個過程當中 選擇最適合的人 具具有代表性的人 在這樣的公開透明的情況下 做一些產生 那產生之後呢 在他的這個法源跟架鬥下面 他們是父母相當多的 對於勞力事務的展驗 教育活動推廣跟秩序關係 甚至是得一個相關的權利 那所以他們很多的這些 因為他們是雙母政策 所以他們必須是一個實質在 實踐跟運作的一個狀況 可能也不是一個真正說 好像擺在牆壁上做壁花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這一點至少說 我在那邊做我的研究 或是經驗調查考察的時候 接待了這些人的背景 尤其是跟毛利事務局相相關的 基本上我遇到的非常多 就是毛利事務部 而且裡面有非常多的基因 他們基因的就是 他們也常識在這方面做研究 不管是在博物館學 這樣裡面有幾位 他們都是拿到非常好的一些學位 但是有這樣的條件的人 也是要經過博物館的一個 偵學委員會 選擇一個最適合的人來進入 因為雖然是開放給毛利主義的人 這是一個條件 但是毛利主義有這麼多的優秀的人 他還是要從裡面 在選出最適合博物館的經驗 好 那可以嗎 那你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關於文物版館的例子 就是奧克蘭博物館跟紐西蘭博物館 他們在 就是他們怎麼去處理 特別是說 他後來開始要 比如說跟社區結合合合作 那這對於他們在做文物版館 相關的工作上 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其實對於文物版館這件事情 比較多的是 他們像奧克 因為體派法是代表的是國家服務館 他的立場就是去所謂 在海外散落遺失的 就是遺落在海外的一些 他們的毛利的一些文物的影證 所以我剛才有一個畫面 像這個 像這個 這個網站 就是他們的一個國家的一個 一個官方的一個網站 就是針對國際還有就是國際間的 跨國際的一個水座培能跟這些部分 因為毛利他們的文物 基本上他們 在他們博物館裡面 他們會透過不同的方式 讓他回到他們的部落 但是因為你知道部落的這個 保存跟條件各方面 他們也會覺得說 你如果回到一個 一個某一個人的手裡面 之後他會得到什麼樣的秘密 那部落就是回到國家的一個 這個保護裡面 讓他更比較有永久性的 讓更多的人 能夠接觸到這些文物館的一些機會 所以基本上他們會去做部落巡迴 甚至他們會就是 邀請部落的人來到文物館 跟我們參加策展 然後甚至他們也會把這些展覽 會尋回到他們部落的一個方式 或看到是這樣的樣子 那至於有沒有把這些東西 文物回歸到他們的這個 部落的手中 我想說人物跟一台的部分 是比較像這種方面的一體 是比較心臟的這個表面 那像在裡面看到這一個 就是文面的這個頭 然後毛鷹的這個 這樣子的頭部 的頭部 回到他們的這個部落裡面 做安置 這樣子的這個辦理 我想說下禮拜 下一次 那個杜小姐 她會特別來做一個說明 那基本上他們的這個國家政策 就是盡量跟國外 只要把這些散落在軍事的部分 文物的部分 盡量把它 復護到的手段取入 然後是 把它回到我們的旅行 然後要回到它部落裡面 其實他們有做DNA的一些研究 就是屬於兩個部落 然後把它補版 然後復護到的手段取入 我是覺得是 是可以留以下一次 這樣的人來做更新的說明 好啦 我想我們今天這個演講 本身的語題 還在非常的豐富 那 文面投入 如果講到反韓 大家就很關切 其實是文面投入的 因為它太細句話 文面投入 因為它的規模 雙腳非常有意思 容量有見 它一方面 它是在為國家 一個心情熱 它在平衡著這個領土之內的 不同的文化的呈現 那所以它在出口出去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它太讓西方人感到 感到興趣 所以開始出 變成商品 所以你要有文面 要你的臉上文面 不是誰都可以 你要到了某一個位階 所以後來開始就有 有的老闆就想說 有一些位階高的人 就讓他的奴役吃起來 然後把他 他的死後 就把他的頭部拿出去 所以他的返還其實在地方上 在部落時一定會造成分 他要不要回來 另外如果說 所以如果最能夠說是DNA 如果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的成本很高 如果不能說的話 最好是用侯家捷的博物館 讓他保留在一個Antiquity 一個古物的層級上 而不是誰的祖先 因為那個很難確定 因為他也有可能是敵人的頭部 只不過在我們的部落發現 因為我們列了他的頭 那麼我跟敵人的頭部的關係 跟我跟祖先頭部是一樣 不會是相同的 這議題就非常複雜 我們再次謝謝姚明老師